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立拜上帝教之后 就发动荆田起义 很快集聚了一大方人杠革命 石打开 杨秀卿 韦昌辉等人纷纷加入 太平军一路势如破竹 令督天惊 然而 东王杨秀卿是个野心家 他暗中想把红秀取而代之 肖朝贵和冯云山战死之后 杨秀卿的势力开始变大 当时太平天国之内 除了他之外 只还有北王维昌辉 一王石打开 洪秀卿三股势力 后来 杨秀卿被维昌辉杀死 主要是他曾多次跟对方撕破脸皮 甚至连洪秀卿也被杨秀卿怒嘴过好多次 洪秀卿创立拜上帝教使 就说过他使天赋让儿子下凡 后来杨秀卿取得了戴天赋赚旨的权利 经常搞点跳大神仪式 然后说自己有天赋附身 命令红秀卿听指 有时 红秀卿还被他训事 还有一次 他还用大板子打红秀卿 不过 韦昌辉挺身而出 替红秀卿挡住啊 而韦昌辉一直都在红秀卿阵营 跟杨秀卿是唱反调的 不过说来也奇怪 杨秀卿跟直接跟红秀卿 韦昌辉绝恋 但却不敢动一王石打开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来石打开的底子后 当初他加入太平天国时 就带着五千人入伍 有许多嫡系亲属 比如石阵级 石真响等 都是在石打开阵营的人 所以一王的势力很强大 杨秀卿也不敢轻易动手 石打开西争取胜 在太平天国内部活得很高的声望 就连红秀卿也要净他三分 杨秀卿自然也想拉拢他到自己的阵营 不过石打开并不表态站在哪一边 他并不参与到太平天国的权力斗争中 所以杨秀卿虽然有野心的 按石打开基本不妨碍他 所以他也不会公然跟石打开撕破脸皮的 杨秀卿之所以对韦昌辉比较仇视 这是 因为他自身是贫苦农民出身 世世代代以烧炭为生的 而韦昌辉是地主阶级 他从小就恨地主 而石打开的出身 虽然比他高贵点 但也是农民出身 所以他不会有那么深的敌视情节 所以杨秀卿虽然有很多敌视